謝謝主席 本來有請主委 好 請謝謝主委 委員好 主委 你好 我想跟你確認一下 我本來是要從合一場一號機開始 展開今天請教的內容 不過我剛剛聽說前面有委員在質詢的時候 你已經承諾了 說原人會不會主動的 請教委委員會排合一一號機 開始重啟的報告 我想先確認一下這個基本態度 我現在就是 我不會主動的 我不會主動 其實剛才那個何欣純的何委員 他不是也講得很好嗎 他叫我又有新思維嘛 事實上我們都是在轉動 沒有 我只是再度確認 就是你不會主動請嘛 因為這個你們後來的那個調查報告 雖然你剛才已經承諾你不會主動送 但是調查報告我反覆唸了好幾次 我有一些很簡單的問題 想要請教一下主委 下面就是如果有比較熟悉的原人會的同仁 上來協助沒有問題 第一個在原人會的審查報告裡面 所連接感表面瑕疵的來源是 焊接金屬或非金屬夾雜物 在機械加工後導致其暴露所形成 這個在39頁 38頁你又確認這個材料是符合規範 那同時從93年到102年 不同如號的庫存機械性質檢查 跟前面段開相同批次的庫存棒 沒有差異 我現在只有一個簡單的問題 這個材料到底有沒有瑕疵 有還是沒有 因為那個報告反反覆覆的 一下又說有雜質物 一下又確認這個材料沒有問題 我看了半天我實在看不懂 所以就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這一個連接感它的材料到底有沒有瑕疵 有還是沒有 我請那個張署長回答 跟委員說明這個材料本身是沒有問題 但是譬如說假設這邊有一個焊接的地方 它夾雜了一些夾雜物 這個是從這個金像照射看到那個夾雜物的痕跡 所以但是如果你說這個材料本身這些龜塊 它是符合材料的規定 OK好 焊接的那個夾雜物是怎麼產生的 這個部分的話這個應該是在製程當中 它有夾雜進去 是製程當中嘛 所以誰要負責 這個部分的話廠家他們承認是他們製程上面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們又會改善他們相關的這個檢測 因為它是 好 我先停一下 你現在確認是廠商已經承認是他們的錯嗎 那現在下一個問題 對廠商有沒有求償計畫 這一部分的話 因為是涉及商務 是台電的部分 它自己要去處理 所以我現在具體問一下 就是說這個安全管制可能跟你們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現在確認是廠商他們的責任 有瑕疵 那站在政府的立場我們應不應該求償 還是摸摸鼻子就算了 這部分的話台電應該是要去跟廠商做一個處理 所以圓能會的立場是希望台電去跟廠商求償嗎 這部分因為是商務的部分是由台電它自己去處理的 好 第二個 現在就有關於重啟的部分 我問題先跳過去 因為剛剛圓能會已經很清楚的承諾 這個你們不會主動請求 那下一個我會非常重視的事情 是台電就廠商應該負了責任 到底有沒有開始求償的計畫 還是摸摸鼻子就算了 因為這個損失是由全民來承擔 絕對不是由台電公司或是由任何一個特定的個人 來加以承擔 第二個 核二廠發電設備的世界 這件事情我有曾經跟主委 我們上次碰面的時候 我當場有提出來過 那當然我去現場看的狀況了以後 我對於台電也好 圓能會也好 透過這樣子文字的方式 我有充分反映出現場當時的狀況 老實說我非常的不滿 那在我說了以後 那台電公司出來做了所謂的澄清以後 這幾張照片我上次記者會有秀過 這個是現場的照片 這個是你們前面的所謂的電弧的現象 這個是對面 炸成這個樣子 那你要說氣爆不是爆炸也沒有關係 現場的狀況就是那個樣子 前兩天 我在我的選區 遇到這裡面的員工 他們跟我講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還好那個時候發生的時候11點多 附近已經都沒有人了 大家都去休息了 如果那個時候 一般的工作人員還在這邊工作的時候 問題會有多嚴重 那我現在跟圓能會 相關的部分 只有一個很具體的問題 就是針對這一次核二廠 這一次的事故 圓能會的立場到底是 請台電自己去調查 調查完了你們做書面審查 還是圓能會要進行獨立的調查 我們自己有自己的獨立調查 所以不是台電審查 台電調查完了以後 送書面來給你們進行書面審 你們這次會進行獨立的調查 是 好 OK 我希望圓能會這邊把調查報告完成了以後 就要貫徹主委所講的公開透明 這樣的原則 第三個 按照核子反應器 設施應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 這個核子反應器 設施經營者 開始 裝填以前 必須要送中期安全分析報告 下面也告訴你 第三條說 中期安全分析報告 就是我們一般所講的FISA 裡面應該要記載下面的事項 請問這個中期安全分析報告 主委您看過沒有 很抱歉沒有 在場的誰看過 我們會關注張處長 來請張處長 張處長這個報告你看過沒有 看過 這個報告裡面有什麼樣的事項 涉及營業秘密跟智慧財產權 這個報告裡面 對不起 我先問一個最簡單的 這個報告是用什麼語言寫的 中文 這個報告是用中文寫的 對 然後你有看過這個報告 有 好 對不起 英文 英文 腦袋有點 這個報告是不是全英文 對 是不是沒有中文版 沒有 所以站在原人會的立場 這樣也OK就對了 反正我們會負責審核的 都是英文很好的人 看懂英文是最基本的要求 我現在先不跟你計較 中文還是英文的問題 我們的法規上要求 要送這個報告給你們審核 你也跟我說你看過了 來我現在問你 這個報告裡面涉及了什麼 營業秘密跟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這份報告裡面事實上 他有很多的圖面的相關的資料 那確實會有一些是屬於這個 比較機敏的這個部分 因為這是一份完整的一個 對嘛 所以只有部分嘛 我現在在問你 這個是我跟台電 去韓要求 他們把這個中期安全分析報告提供 他們給我的回覆 所以涉及智慧財產權還有防恐安全測試 所以FISA的這些報告 他們通通都不願意來加以公開 那我現在再請教一下 有人會知不知道 美國的和電廠的FISA 是不是有公開 他們在早期的時候是有一些 不過後來在這個911之後 他們陸陸續續有一些電廠是沒有在上面了 對 那我下一個問題就變成的是 整份FISA的報告全部都是商業機密 你裡面所適用的法規工業標準的陳述 代表了我們現在的核電廠 在管制作為上面 你到底是透過什麼樣子的標準來審核 這一些工業標準跟使用的法規的陳述 也通通都是商業機密 也通通都涉及智慧財產權 是這樣嗎 不是啦 我現在問題很清楚嘛 就是說主委一直在講公開透明 取得人民的信任 主委這樣子的方向跟價值有百分之百認同 但是我現在要檢驗的就是 你們具體的作為跟你所接念的價值 兩者之間是不是合得起來嘛 那我跟台電要這一些中期安全的分析報告 跟他要FISA 結果他是用這個理由 所以裡面有智慧財產權 有防恐的作為 你說那些圖面有涉及到智慧財產權 有營業秘密的 你不公開也沒有關係 但是裡面使用的法規工業標準的陳述 通通都是營業秘密 這會不會太扯啊 你要告訴大家的是說 我們現在用什麼樣子的標準在管制是秘密 所以我不能告訴你是用什麼標準在管制 那這樣子的監督不是在監督假的嗎 這個跟委員說明 這部分的話 台電他可以去自行檢視他認為他不可以公開的部分 不是嘛 你們是管 你們是管制機關嘛 現在他們提了報告給你們 從管制機關的立場這份報告 刪掉營業秘密 刪掉涉及到比較敏感的資訊的 是不是應該要公開 我現在只要原能會表示這個態度 他如果刪掉相關敏感的資訊的話 其他的部分應該就是屬於可以公開的部分 OK好所以主委願不願意承諾 就這個部分 我承諾 然後把整份報告公開給大家看 是是是 我承諾我承諾 而且給它翻成中文 OK 是是 是有當初有技術文字會整個都變成 你中文跟英文 沒有關係啦 你們先做第一步啦 先把 我也可以老實跟你講啦 這份報告我看過了 我越看這份報告的時候我越火大 上面一堆全部都是適用的法規跟標準 那當然很多都是抄美國那邊的 然後我在上網去查 美國有很多核電廠的FISA也全部都公開 現在用這個當關鍵詞去Google全部都找得到 那結果我們自己國家 台電 他的心態是這樣 他的心態是這樣 就好像 上一次核二廠發生事故的時候 這些照片我去現場的時候 他不讓我拍 我請他提供他也不願意 但是台電發了新聞稿以後 裡面自己有員工看不下去了 他們自己把這些照片寄給我 說台電欺上瞞下 他們連自己在裡面工作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我希望過去 這一些所謂黑箱式的 要掩蓋式的處理的方式 在新的主委上台以後 能夠有一番新的座位 主委委對你期待非常的深 希望你能夠在具體的作為上 貫徹你跟社會宣誓的原則 好 謝謝 好 謝謝黃委員 好 接下來請廖國棟委員諮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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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